大家好,我是刘春莹 我在创新年代,创新你们脑袋 我们刚刚听到说七年吉身是采梅族 他们一拍就扁的个性呢 往往在世界上或是小工作相当的不顺利 但是创新年代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非常的特别 他今年呢,的确是七年吉身 不过呢,他用他的创意 还有一些另类的行销方式 让他可以成功撞进大榜钞票 当然呢,他是把他的兴趣 跟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他在网络上头卖吉他 而且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弹指身材 除了说弹吉他之外 他在网络上这个兴趣滑鼠呢 一致也是帮他撞进了大榜钞票 而这个七年吉身给我们的特别 我们一起来了解 吉他腾吉他唱琴歌的七年吉身 周贵欣 只能连想过将手上的吉他 放在网络上 竟然也能让毕业不到一个月的他 月入数十万 他跟我讲说 妈妈妈妈我要轻轻卖吉他 如果一个月可以卖再一两支 我就有那个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我说哪有可能啊 让几个人买呀 后来真的有人买了 竟然开始在网络加售小新吉他版 但是却因为周主机的金额很贵 让小新决定卖吉他来平衡支出 在网站上打着比乐器行 便宜一千元的吉他 从一开始好几个月 只卖出两把吉他 到现在一个月带出超过一百支 他自己也是很放进来 一直做很多很多里面的东西 跟那个网友这样保持联系 很多人买的时候 哇工厂都好都来找他 人大陆的商人都要找他了 因此逐渐成长 家中的客厅成了摆放吉他的倉库 从路吉他来连吉他 有时候网络订单多到 这妈妈也得帮忙包管付货 生意稳定后 小新还将重要的钱 和哥哥合买冰式车送给爸爸 从学生时代在餐厅注册的名歌手 发现了具体制创品牌的小新 这个艺人兴趣与职业和唯一的梦想 我们也看到他对生命的热情 今天也相当高兴 请到了哥恩贵金来到现场 小新你好 主播你好 好像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影片当中 有介绍说 其实您付给单 卖这个吉他的过程当中 好像有一些 男子都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能不能先来谈一谈 你当初卖吉他 为什么会想要在网络上卖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 从小就喜欢唱歌 就是迷运师都不放过 然后很喜欢唱歌 愿望是当个名歌手 然后比如说毕业 有机会学吉他 然后就当作我的兴趣 然后有一天就偶然走到书局 看了一本做网站的书 然后觉得好有感觉 就把它拿起来 然后回家想说 那我做什么网站好 我喜欢吉他 我就做吉他网站 然后取了小新的吉他馆 然后就在上面放一些歌谱资料 然后可能会给大家听到 对 你好像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 到金融的网站 那么我来一来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 在建议这个网站 会指说你拿到第一笔收入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 也没有想过 卖吉他会有收入 只想说 那我来服务网友 然后刚好工厂有借俏 然后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就提供给大家订购 然后我记得第一笔交易是在 因为我刚上转课大概19、20岁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宅机 便宅配通的职务 然后他跟我同学说 诶 走你请我车去上吉他 然后他就说 蛤 有人买吗 然后我就说 有啊 有个人订在增合 然后就说 然后我们就骑着美国车 然后就把我从中文盒去送给他 对 那时候他那时候获得了 六丁大概是五百块 然后我们就好高兴 就两个人跑去吃麦当 然后他说 诶 原来这样可以赚钱 然后就是第一次体会到 因为在网站更有这方面 嗯 所以 那好 就要说你除了 不仅在卖吉他之外 还有一些想法跟一些影响 是不是 嗯 因为我觉得卖吉他其实 没法看起来都很像 因为成本 有